请听小说《仙逆》第721章 天逆的召唤 古神的皮肤粗糙中带着一些细密的如同符纹一般的裂纹 但这只有紫光凝聚的手却是极为光滑 虽说庞大 但却有沧桑的气息透出 好似神通所化 他向王林做出召唤的手势 就好似亲人之中长辈召唤子女一般 动作轻缓 但却一遍又一遍的持续 在这只巨大的手臂上 没有任何危险的气息散出 好似极为平凡 只是召唤着王林过来 仿佛要带着他走进那天地间的大门一般 但王林却是心神全部提起 全身汗毛树立 眼前的一幕幕太过诡异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天逆五行圆满之后 居然会出现这一般古怪的事情 王林一动为动 盯着那始终对他召唤的手臂 眼中寒芒闪烁 那手臂的动作 始终都是保持不变的 只是默默的召唤 但随着时间的度过 他后面那天地之间的大门 渐渐的虚幻起来 好似随时都会消散 仿佛若是不快些过去 就再也没机会进入一半 王林一咬牙 身子向前一踏 右手冲着不断崩溃的大地上 那唯一没有任何变化的望月谷抓取 望月谷虽说没有了金盐矿 但其坚硬的程度却是仍在 毕竟此物是望月之谷 抓着庞大的望月谷 盲宁低后一声 全身的仙力凝聚手臂之上 狠狠地向着天空跑去 刺耳的呼啸顿时回答 山脉般的望月谷直奔那巨大的门冲去 望月谷眼看就要临近大门 就在这时 那召唤王林过去的巨大手臂轻轻一弯 便把望月谷抓住 在望月谷倒吸一口气 眼中露出惊骇的目光中 那手臂仿若随意的一捏 一股庞大的气息瞬间起伏 望月谷在这一捏之下 从头到尾全部崩溃 这一年 整个天地漠然一颤 就连王林所在的雷光星球 都瞬间出现了无数巨大的裂缝 外层的碎石层 此刻传来轰隆隆的巨像 大片大片的碎裂着 好似形成了一片真空的地带 就连紫光镜之外的碎石 也同样受到了某种牵引 不断的崩溃 似乎这一捏 拥有无法想象的力量 就连这天与地 就连这星空 都可以在这一捏之下全部撕碎 那手臂缓缓地松开 再次向着王林召唤 王林头皮发麻 面色苍白 直勾勾地盯着那手臂 刚才那一捏之力到底有多强 他不知道 但比之望月内神通所化的 古神一指 却是绝不会弱 因为这手臂给了王林一种感觉 好似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抵抗那一捏 他捏的不是力量 而是一种与王林施展出 斩罗爵石极为相似的规则 只不过 却是比之斩罗爵强大的太多太多了 许久 那巨大的手臂渐渐地消散 只不过 一直到彻底消失 他始终保持着召唤的动作 其后面那天地之间的巨大的门 也随着手臂一同消逆了 四周范围内的紫光 在这一刻 瞬间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来 在眨眼中 收缩至一点 紫光浓药缓缓缓地消散 再次变成了天逆珠的样子 仿佛释放了全部的力量 这珠子从半空落下 王林略一犹豫 右手虚空一抓 那珠子顿时飞来 落在了他的手心 其上平淡无奇 好似一个普通的石头珠子一样 只不过这一上面 却是再也没有了任何的五行之力 比之前年前 王林在那山崖获得之时 还要彻底 王林神识叹入 李木碗的原因 王平以及轻仪的魂魄还在 而且比之前 似乎还多了一份灵动 尤其是李木碗的原因 越加的凝联 这天逆 到底是什么来历 那巨大的门又是通向何处 还有那门外的手臂 王林沉默 他不难猜出 在天逆存在的悠久岁月中 自己绝不是第一个获得此物之人 定然也有其他人获得了 也曾经使得天逆五行圆满 但在那巨大的门出现之时 这些人或是在第一次或是在数次之后 但最终却一定是选择了进入 这些前辈 是被那手臂捏碎 还是真正的进入那道门内 王林皱起了眉头 在天逆没有五行圆满之时 他对此物有着浓浓的不解 但圆满之后 这不解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更加的浓郁 莫非这门 是通向那所谓的远古 闲鲜于不成 可若真的是这样 为何还会用那手臂出现 看似正患 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捏碎 这天逆到底是什么 王林眉头越皱越紧 盯着天逆沉默许久 放在自己的眉心 天逆渐渐的融入其原神之中 消失不见 既然想不明白 王林便不再去考虑 此物的神秘 显然重点是在那门上 就是不知门后是什么 天逆的五行之力没了 需要再次搜寻 王林看了一眼四周的大地 经过刚才的一幕 这雷光星球已经彻底的废弃 再无留下的价值 可惜了这么一处宝地 不过那让原神感觉舒服的地方 是在随时层的深处 现在肉身恢复 做兴趣查看一番 若真还有雷光 就可以修炼雷元术了 打听主意 王林身子一动 好似一到雷霆般 直接冲出了这里 外界最时层 此刻已经消散了大半 王林没有停顿 一拍楚戴 射神车出现 化作雷兽 紫兽刚一出现 便好似被压制了无数年一半 仰天一声咆哮 巨大的双目 转身看向王林 但立刻 此兽便是一睁 眼中出现诧异 直勾勾地在王林身上 看来看去 露出迷惑之色 王林一踏之下 便坐在了雷兽身上 在他头上一拍笑道 别看了 以你的灵石 定刻察觉到前方的不同 还不过去 雷兽低声咆哮 他不知为何 此刻的王林 在他眼中看来 根本就不存在 而是完完全全地 遗造雷霆 甚至这雷霆 让他有一种 极为亲切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已经很久 没有感受到了 尤其是王林 在他头上一拍 更是让着雷兽 内心莫名其妙的 极为舒服 使得他 不由地咆哮起来 雷兽的速度很快 穿梭在碎石之间 随着不断地深入 渐渐地 四周的碎石 越来越多 甚至一些碎石之上 还引有雷光游走 看起来 颇为奇异 这样的环境 无论是对王林 还是对着雷兽 都没有半点不适 反而颇为适应 尤其是雷兽 更是连连咆哮 声音中 透出一股喜悦 王林坐在雷兽身上 脑中 仍然在思索天逆 他心中 略有失望 毕竟千年的收集 甚至望月之行 险些身亡 这一切 原本他以为此物 一旦认主 便会拥有莫大的神通 多多少少会对自己 有巨大的帮助 但此刻 事实与想象差距太大了 这天意 到底是什么 王林摸着眉心 眼露思索 雷兽对于雷电 有着极为敏锐的感应 他在碎石中穿梭 渐渐地深入至了碎石层内部 一声声 低沉的雷霆 打断了王林的思索 他目光如电 向前方看去 这里 原神内那舒服的感觉 极为浓郁 就是这里 王林目光一凝 雷兽穿过大片的碎石层 其身子默然一顿 停止不前 巨大的双目露出震惊 王林看到眼前的一幕 也是倒吸口气 眼中爆出惊芒 前方没有星球 而是一片 延绵了无数里的巨大雷池 这里充满了闪电 充满了雷霆 好似这世间 真正的雷之地狱 之前的雷光星球 与这里相比 实在是微不足道 无边无际的雷石内 雷霆犹如一条条雷龙呼啸 轰隆隆的巨像 传遍四周 透出浓郁的狂暴之气 雷兽嘀吼一声 盯着那巨大的雷池 即便是他 眼中也是露出犹豫 这里的雷威太强了 他虽说是雷兽 但却也有些承受不住了 王林身子一动 从雷兽身上落下 双目凝食 眼中露出谨慎 他先是放出鲜味傀儡 让其在远处护发 随后 缓缓地接近雷池 在其边缘位置停下 观察了片刻 迈出了一步 一步落下 立刻雷电顺着其脚步 刹那蔓延 融入全身 即便是王林 也是全身一马 他深吸口气 再次踏出一步 没有停顿 他一直踏出了二十步 这才停下 此刻 他全身上下 已然被雷光包裹 元神更是不断地散发雷威 这里 是他此刻的极限 王林缓缓地盘膝坐下 闭目突纳 雷兽在外烦躁地踏步 许久 他尝试着向前迈出 谨慎地只踏出了数步 立刻便感受到了 其内的雷尾 他趴在地上 以雷兽独特的方式 吸收雷光入体 慢慢地炼化 四周 除了雷霆之外 再无任何声音 一人一兽 就这样 开始了修炼 王林渐渐地适应了此地后 内心却是震惊 这里的雷威已然超过了他体内的存在 若非是肉身乃雷光所化 恐怕就连在边缘位置都会很勉强 这里 却是最好的修炼雷元术的地方 王林墓中电光游走 默默地开始了雷元术的修炼 此刻 在碎石层外 遥远的星空中 一道雷光呼啸 这雷光中 是一头雷兽 此兽头上虽说五角 但却有一个骨包 显然正在韵化之中 在这雷兽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铠甲 使得此兽看起来极为正硬 在其背上 潭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此人一头黑发飘动 面无表情 直奔碎石层的方向而去 雷之仙界就快要开启了 这一次 要在雷域内多吸收一些原力 说仙逆 第七百二十二章 天逆经变 黑发男子 摸了摸坐下的雷兽的大头 眼中露出奇异之马 男男子语道 就是不知 这一次雷之仙界内 又会出现什么法宝与仙术 雷仙殿十折之中 怕是又会出现一番龙争胡斗 此人嘴角露出一丝阴沉 他身下雷兽速度极快 化作雷光直奔远处 传闻这罗天南语的碎石层内 便是当年那神秘的天逆珠子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因为磁珠的出现 这才导致这里出现雷霆的异变 化成了一片雷域 倒也成为了修炼雷系神通的妙底 男子目光一闪 速度更快 王林身在雷池之内 脑中雷元术的口诀 一字一字的转光 仔细理解之后 王林双手掐绝 放在双膝上 整个人深深的吸了口气 闭上双眼 雷元术 并是以一种奇异的方法 把雷霆之内的天地之力 抽出一丝融入体内 成为自己的原力 这种神通功法并不多见 只有踏入第二步的修饰才会拥有 往往是为珍宝 绝不会轻易外传 这种功法 讲究的是雷霆入体 若是修为不足 不亚于是隐结伤身 少要不慎 更是会行神俱损 严重者立刻灰飞烟灭 但这功法对于此刻的王林来说 却是再是合不过了 他原神为雷 心凝聚的肉身更是以雷所化 就如同雷兽眼中所看一般 王林全身就是一道雷霆 烧情之后 王林双手缓缓的抬起 面色如常 双臂掐绝一斗之下 立刻四周凭空出现了大量的波纹 这波纹是雷光所化 缓缓的散开 这一斗实际上蕴含了九个手印 以极快的速度施展出来 可以做到印雷的效果 那波纹更是如此 但听轰隆隆间 死地雷值庞大的雷霆之力 其中有一道被吸引 在刹那间 好似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立刻游走而来 仿佛化作了一条雷龙 怒吼之下 一口吞噬 但却在碰到王林肉身的瞬间消散 冲进了王林的体内 此地的雷霆极强 远远的超过了寻常之雷 入体之后 立刻在王林体内咆哮 王林心神不动 双手掐绝更快 运转雷元素 他的身体如同一个巨大的墨盘 不断的转动之下 一点点的从那入体的雷霆内 挤压天地原力 这一过程 持续了很久 雷元素上曾说 第一次运转此数较为艰难 毕竟身体 一方面要抵抗雷威 一方面还要吸收原力 需要一定的时间 适应与协调 但王林却不用考虑那么多 他肉身原神本就是雷霆 即便是雷力入体 最多也只会有些不适 但却不会受伤 此刻 他全部的心神放在了挤压原力上 身体的不适自然也就忽略了 取久 那道入体的雷霆 渐渐地崩溃 在雷元素的运转之下 化作了一丝博杂的原力 这原力太少了 若是不仔细看 根本就不可能发现 但王林却是如获至宝 心底极为兴奋 要知道 在第一步修士中 原力是一种极为奢侈的力量 它是问鼎的关键 也只有在问鼎之时 方可有机会获取一些 根本就不可能再生 从天地内 转化原力 这是第二步修士的神通 若非是种种机缘巧合 王林断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压下心中的狂喜与兴奋 小心地运转这一丝博杂的原力 把它涌向原神 只要被原神吸收 再次炼化压缩之下 驱除博杂 这一次原力 或许会更强 但却可以为他所用 此刻 是极为关键的时候 王林不敢答应 全部心神放在旗上 慢慢地操控着 还有些声色的博杂之力 缓缓地流入原神之中 但就在这个时候 变故突然出现 这变故让王林措手不及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操控 只见那一丝博杂的原力 再碰到原神的一刹那 居然好似脱缰的野马 立刻变得狂暴起来 他疯狂地钻入原神内 但却不是融合 而是以闪电般的速度 漠然间便来到了王林的原神 那里正是天逆珠子的所在之处 这一丝博杂的原理 瞬息间居然融入到了天逆珠子内 一股外界听不到 但王林却清晰触耳的 轰隆隆地去响 在他体内疯狂地回答 就好似他被一座巨大的山峰 狠狠地撞击了一般 王林的面色瞬间苍白无邪 体内的原神撼动 肉身更是颤抖不已 原神内的天逆珠子 罕见的不带王林召唤 自动从原神内幻化而出 顺着王林肉身从其眉心飘出 王林 睁睁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心神俱振 天逆再次出现 这一次 他飘出王林肉身 在他出现的那一刹那 整个雷池轰然间暴乱起来 无数的雷电化作一条条雷笼 立刻从雷池内呼啸而出 引起大量的波动 使得四周的碎石 纷纷被雷电牵引 散发雷光 先为傀儡立刻后退 一只退出很远 这才不受波及 就连雷兽 也是被这雷池的变化惊醒 下意识地退后 不敢靠近 王林望着升至半空的天逆 眼中的迷茫更浓了 雷石内无数的雷笼 呼啸而至 一条条从四面八方 疯狂地钻入天逆之内 这一幕极为震撼 看得王林几乎目不转睛 天逆缓缓地转动 每转动一圈 便会有大量的雷电吸入其内 渐渐地 一道紫光 在其上闪烁而出 这一幕 王林太熟悉了 不久之前 刚刚发生过同样的变化 紫光刺眼 刹那间向四周 漠然散开 那奇异的禁制 再次出现 与此同时 在王林的目光中 那巨大的门 又一次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一切太过诡异了 看得王林是震惊不已 他并不知道 这天逆珠子出现在世间 第一次便是在这里 这里的一切奇异变化 也正是因为无数年前 天逆的出现 所造成的 此刻 王林无意之中来到此地 却是恰好把天逆 带到了当年其出现的地方 若说因果 倒也算是蕴含在内 但 这并非是凭空虚无的无意 实际上 王林原神受伤之后 顺着那舒服的感觉 寻来此地 这里面固然有雷龙的特性 但更多的 更隐秘的 则是天逆 天逆珠子在王林这里 是唯一的一个 与自己的原神融合 不再有固定的形体 它可以影响王林的原神 那种舒服的感觉 实际上是天逆 散发出来的 若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毕竟那时候的天逆五行 并未圆满 没有真正认主之下的天逆珠子 即便是带着王林来到了这里 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可是 接下来五行圆满 却是使得天逆出现了变化 当那巨大的门 出现在天地之间时 表示着天逆 在王林手中 第一次开启 这一次开启 也表示着此珠 认主 如此 接下来便水到渠成 王林再次把这天逆珠子 吸收入原神之内 认主之后的天逆 来到了这当初出现的地方 以天地原力为开启 产生了异变 这里面 却少任何一个因果 都断然不会有现在的变化 天逆无数年来 也只有王林达到了这一步 巨大的天地之门 再次出现 紫光闪烁中 好似这天地之世间的一切 就连四周的雷池 都在这一刻 全部成为了紫色 雷电也化成了紫色 紫门的出现 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 立刻涌现王林的全身 他虽说有过一次经历 但此刻仍然全身轻缠 只不过 其眼中 却是闪烁不断 紫光弥漫中 天地之门外 那巨大的手臂 再次凝化而出 但这一次 却是让王林心神一跳 因为这手臂 在出现的一刹那 立刻引起了四周雷池 无数紫色闪电的冲击 在轰隆隆的巨像中 无数的雷霆 缠绕在了那巨大的手臂之上 使得这手臂 如同被束缚了一半 王林目光如电 死死地盯着那手臂 沉默片刻 一咬牙 其身子立刻腾空而起 直奔天空那巨大的门冲去 若是这手臂 没有被雷光锁住 即便是这门再出现 王林也不会选择进入 但此刻 他有种感觉 若是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怕是此生再无可能溃探那门中的神秘 他速度虽快 但却给自己留了余地 若是那巨大的手臂正拖开了雷电 那么他立刻掉头便逃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那手臂开始了移动 但其上的雷光却是如同铁链 立刻牵制 使得这手臂移动变得缓慢起来 王林目光一闪 却是速度立刻加快 化作一道雷光 直奔那巨大的门飞去 在他身子临近的刹那 此门打开了一道缝隙 在缝隙打开的刹那 天地在这一刻停止了 王林的身子 同样停留在了那缝隙之外 他双目猛地整他 整个心神在这一刻 好似被射 融入进了那天地之门内 所看到的一切 让王林身子巨震 他好似原神出窍 感觉不到肉身的存在 整个人处于一种 无始无终 无边无际的混沌之中 说仙匿 第七百二十三章 寻道者 往生之死 汉儿 这里 这里是天地空间 王林双目一宁 立刻认出了所在的地方 此地 他实在是太熟悉了 四周一片混沌 更有一些发光体 视而若隐若现 在王林的目光下 那些发光体 立刻变化起来 好似王林的目光 便是催化一般 之前他所望的 那个发光体 顿时膨胀起来 其膨胀的速度太快了 几乎是眨眼之间 便立刻无限的庞大 最终 在王林目瞪口呆之际 他变成了一个 如星球般大小的光团 一股浩渺的气息 从那光团内透出 这气息内充满了生机 这生机极为精准 没有半点脖子 好似一个 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紧接着 在这光团四周 一片片灰色的尘埃出现 好似西腹一般 立刻融入进了这光团之中 很快 一片片相互凝聚在一起 最终 形成了大陆 更有一些尘埃 组成了江河大海 王林倒吸了口气 这赫然就是一个星球 其上的灵气极为浓郁 除了没有凡人之外 他眼中的这个星球 与外界的修真星 没有任何的区别 震撼中 这星球漠然一变 真以更加快的速度 立刻从星球状态退化 如同时光倒流一般 转眼间便再次化作发光体 越来越小 最终若隐若现 王林的心神 也在这发光体的变化之中 渐渐的好似失去了意识 他整个人 沉浸在了这片 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间内 时间缓缓地度过 好似没有终点 王林已然忘记了一切 他处于一种诡异的状态中 在这无始无终的空间内 漂流 每一次目光的镜头 都会看到那发光体 奇异的一幕 渐渐地随着看到的越来越多 王林慢慢地感受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 这力量无处不在 他下意识地想要去寻找这力量的根源 此刻的他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眼前的一幕 与当年画凡时感悟天道 摸索追寻那生死轮回 是多么的相似啊 他下意识地追寻 追寻这力量的来源 时间流逝 他没有在意 岁月运转 他也没有停止 好似化身成为这虚幻世界内的一个游魂 不断地寻找 王林在寻道 追寻道的脚步 寻找道的尽头 仿佛这世间的一切事情 在这一刻都变成了遥远的过去 如同破灭的虚无 再也无法在其心中拨起涟漪 闻道者 招生其死 足儿 寻道者 望生之死 汉儿 寻找没有尽头 没有终点 王林不知自己看到了多少发光体化成星球 又从星球化成虚无 每一次 他都想要从旗上抓住那道的足迹 但每一次 他都没有成功地碰住 只是渐渐地 他有种迷雾 似乎自己距离那道的足迹 越来越近了 道的来临 只是刹那 便再次化作虚无 王林的寻道 迷茫中似乎抓到了一丝脉络 他寻找的那神秘的力量 似乎是某种超过了规则的存在 这种迷雾 很淡 可却很深刻 无始无终 寻寻觅觅 目光所在 仿佛就是道 但当目光一开 道便又不在 这是一种很模糊的感觉 但却如流水 缓缓地 躺过王林的心神 渐渐地 他好似就要抓到了道的足迹 摸索到了那神秘力量的源泉 在这不知岁月流逝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 不是由发光体组成的 而是自然就存在的 这个星球上 生机很弱 但却充满了温馨 充满了柔和 在这个星球的旁边 还有两个略小的星球 他们彼此距离很近 散发出一股 依恋的气息 在王林临近的一刻 其中一个小星球上 立刻掀起了波澜 充满了喜悦 蕴含了一股浓浓的 如木之情 在看到这三个星球的一刹那 王林心神一阵 好似发现了什么 下意识的 他想要抬起手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此刻的状态 根本就没有了躯体 但他的手 还是出现了 似乎他心中所想 并可以幻化而出 他的手 轻轻的拂过 整个虚无 立刻出现了 轻微的波动 在这波动之下 这三个星球 立刻消散 化作三道光芒 融入在了 王林的手中 王林停止了 寻道 他恍惚的心神中 感受到 似乎道 就在这里 随着他脚步的停下 他整个心神 慢慢的平静下来 整个人在 无意识的状态中 化作了一个 发光体 随着时间的变迁 他所化作的 发光体 渐渐的膨胀 吸收了四周的尘埃 一个星球出现了 这星球上的山 壮观 和 秀丽 大地充满了 厚重质感 就连海 也是蔚蓝如天 似乎可以容纳天地 在这星球的北部 只有一户人家 住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样人平静的生活 不起波澜 一切的一切 似乎他们想要 便可以拥有 包括四周村庄内 那无数个凡人 这一日 星球的南部 移到长虹灌空 长虹内 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此女 相貌秀丽 温柔如水 一头青丝散开 时而有几缕飘在眼前 被这女子青苔玉手 挽在了耳后 她飞行中 眼中露出迷茫 低头看了一眼大地 拧着红唇轻声道 这天地 为什么会让我 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她沉默很久 摇了摇头 身影如虹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我要找到答案 风中传来 此女坚定的轻音 时间慢慢的流逝 好似永久 这个星球 在无数悠久的岁月下 渐渐的变化 唯一不变的 只有三个人 其中两个 始终平静的生活 最后一个 则是一直在寻找答案 一直到那一天的尽头 道来临 大地消散 星球不在 三个人化作三个光源 在一只巨大的手掌之中 飘出很远 那手掌消散 与其一同的 还是王林的意识 这 就是道吗 王林的声音在这虚无之底回答 他所寻找的一切 尽头 是他的自身 小说 仙逆 第七百二十四章 看到了第三步 自身便是道 天地 也是由无数的道组成 这道 是他 目光所看 无数发光体变幻 从生到死 从死至生 这 便是他的生死轮回道 因果循环 有因必有果 有果自然存因 如李木碗的寻觅答案 如王平轻仪的平凡人生 这是他的因果之道 恍惚间 王林有种感觉 似乎自己明白了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了 这种迷茫如同潮水在他心神内起伏 越来越剧烈 最终形成了波涛海浪 潮汐之下 他心神一阵 苏醒了 清醒的一刹那 王林感觉仿佛原神被一股大力狠狠的向外一推 争目之时 他还是站在那天地之间巨大的门外 四周的一切 没有任何变化 雷霆仍然呼啸 紫光依旧弥漫 好似刚才的一切 那一幕幕只不过是王林在进入这大门前 一个神石恍惚 做了一场梦境一般 那么的不真实 但又那么的真实 门打开了一道缝隙 却又在他的目光中缓缓地合上消散了 包括那被紫色雷电缠绕的手臂 也一同消散 所有的紫光收缩 化成天逆珠子 这珠子上有了神秘的变化 其上之前所刻天地五行的烙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阴阳 阳为日阴为月 分别占据了天逆珠子的一半 彼此没有融合 他飘向王林的眉心 自动地融入进去了 王林一直站在半空 一动不动 他的双眼慢慢地合上 心神之中却是始终回荡 那不真实的一幕幕 隐约间 他有了名物 他这一站 便好似再次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只剩下心神中的感悟 在不断地回荡 把在那不真实的梦境中 所感受到的真实 一点一点 铭记在了心里 王林知道 这梦境的一切实在是太宝贵了 这种宝贵的程度 根本就是天大的机缘 他无法对任何人去说 也说不明白 更不敢去说 他甚至有种猜测 若是天运子等人 为了这一次机缘 甚至可以放弃一切 哪怕是放弃了天运星 放弃了一切神通法宝 天运子之辈也会毫不犹豫 只为了这一次寻导 因为这一次寻导 很有可能为他们打开那神秘无比 那苦苦追求数万年 那梦中缠绕 那急于渴求的第三步 闻道者招生息死 寻道者望生知死 天逆的价值 王林还没有知晓全部 但这紧紧显露的冰山一角 却是让他终生难忘 震撼至极 寻道之徒 没有使得他的修为攀升 但是却是让他的道升华 如说之前 王林站在那巨大的门下 从灵魂深处 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敬畏 这是因为层次不同 就好似人在看蝼蚁 心境自会迅然 可现在 王林的心境 虽说没有提升到了那天地之门的高度 他仍然还是一介蝼蚁 但 这个蝼蚁 却是一只看到了第三步的蝼蚁 他 看到了第三步 心神沉浸 王林身下的雷池 更好似被牵引 掀起了巨大的雷霆 轰隆隆间 传遍四周 惊天动地 此刻 在这碎石层内 一道雷光呼啸而来 雷光之中 正是那头穿着铠甲的雷兽 在其背上 黑发男子眼中露出警惕 直奔 碎石深处而去 他之前刚一临近的碎石层 便立刻发现了 不太对劲 死地的雷光波动太过剧烈了 与他当年所来 差距极大 甚至这雷光之中 还蕴含了一股强大的 不可思议的气息 让黑发男子顿时心中一惊 极为谨慎起来 他缓缓地穿过碎石层 对于此地 他轻车熟路 毕竟之前他曾多次来到这里 修炼雷元术 但此刻 却是从未如这一次般 让他心神一惊 他速度很快 穿梭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 渐渐地 越来越接近碎石身处的雷玉 越是接近 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便越是强烈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黑发男子面色阴沉 他修围到了阳石境界 眼看就要度过达到圆满 到时就可以进军溃灭 以他的这种修为 除非是那种真正踏入第二步的大神通修式 否则的话 能让他产生心惊肉跳感觉之时 绝对不多 但此刻 但此刻 这种感觉却是越来越浓郁 犹豫之下 死人一咬牙 伸下雷兽 默然一冲 穿过了最后一片碎石 看到了前方 熟悉的雷池 一眼 他就看到了雷池之上的亡灵 此刻的亡灵 在这黑发男子眼中实在是太诡异了 整个人飘在半空 全身雷光游走 大量的雷电呼啸 透体而出 头发无风自动 雷池的大小 更是让这黑发男子倒吸口气 眼前的这个雷池 让他有一种好似来错了地方的感觉 这雷池 比至当年他最后一次来时 居然缩小了近一半 原本无始无终的状态 此刻似乎略一去看 隐约可以看到尽头 此人的出现 如同平静的水面 扔入了一个石头 掀起阵阵无形的涟漪 汪林 缓缓地 睁开了双目 这是一双无法形容的双目 其内仿佛蕴含了天地 蕴含了这世间一切的规则 好似这一眼 就可以看破这天 看破这地 就如同是当初那天地大门外 出现的巨大手臂一般 给人一种极为震撼 来自灵魂的颤抖 让一切看到这目光的人 不由地产生蝼蚁的敬畏 这双眼内 残留着王林 在那不真实梦境中 真实的回忆 这一刻的他 仿佛就是这天 就是这地 仿佛天道 这便是第三步的气息 王林的双目 此刻没有凝聚意识 平淡中透出迷茫 随意地看了黑发男子一眼 这一眼 落在黑发男子墓中 轰隆隆间就好似无数个狂雷撼动 仿佛他修炼的雷元素 吸引了超过自身的雷电石 那种疯狂的乍响 他整个人瞬间 便好似定住了一样 一动不动 他的世界 在这一刹那 只剩下了王林的目光 他的人生在这一瞬间 只有这一道目光 耳边的雷鸣 滚滚而来 但却好似距离自己很远 听得清楚 但却感受不到 他不理解 这是一道什么样的目光 但这目光内 却是蕴含了 远远超过他想象的神秘力量 这力量顺着目光 直接撕裂他的双眼 冲入其心神 撼动其全身 碰碰 碰碰 惊跳的速度 打倒了极限 好似要爆炸了一样 他全身血液在这一刹那疯狂的流转 与之一同的还有他全身的原力 这一刻 他整个人惊骇到了极点 好似若是不运转 就会在这目光中崩溃 这是什么力量 黑发男子身子根本就无法移动半点 他体内的原力量 他体内的原力疯狂的运转 哪怕消耗 哪怕浪费 也全然不放在心上了 他口干舌燥 全身的汗水密出 早就把一山全部湿透 但他此刻 却好似疯癫一般 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以他的修为 这是他这一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么可怕的力量 甚至他当年面对雷仙殿店店主之时 也断然没有这般可怕的感觉 王林的目光平静地望着黑发男子 在他的双眼内 残留着寻道的痕迹 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人 修饰也好 凡人也罢 似乎在这一刻 在这种感悟之中 在这残留在双眼内的寻道中 对方只是一个蝼蚁 在寻道的梦境中 他的目光就是道 他目光所在 那发光体就会膨胀 迅速地走完一声 此刻 带着这样的目光 他的双眼 落在了黑发男子身上 此人就好似那梦境中的发光体 只不过却不是慢慢地膨胀 而是从此刻的状态 迅速地消散 一层一层 始终不断 黑发男子眼中的骇然 已经浓郁到了极点 生死危机 从未如此地临近 对方的目光落在他的眼中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 元神的燃烧 体内的原力在这一刻 仿佛不受自己操控 立刻疯狂起来 化作一团无形的火焰 对方的目光 蕴含了可怕的力量 使得他根本 生不起半点抵抗的心思 好似这天 对他来说 归去 归去 仿佛自己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灵魂深处的敬畏 蔓延全身 不仅是他 其坐下的雷兽 感触更深 一声声低鸣 从此兽口中传出 他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瓦解 好似归去的尘土 这一切只是刹那 汪陵眼中残留的寻道 消失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闭上了双眼 黑发男子全身虚脱 从那可怕的感觉中清醒 他全身汗水淋淋 体内原力消散了一大半 元神更是缩小了一整圈 身子极为虚弱 他直勾勾地望着王林 眼中的亥然 占据了全部心神 太可怕了 这 这是什么目光 死人什么酒味 黑发男子倒吸了口气 身子轻颤 面色苍白 他内心极为后悔 自己为何要来这里 若是不来这里 就不会经历刚才那可怕的一幕 他毫不怀疑 若是对方眼中那奇异的力量 再多看自己树心 自己立刻就会全身崩溃 立即瓦解 被抹去一切生极存在 甚至就连元神出窍逃盾 都绝对无法做到 他身下的雷兽更是如此 望着王林的目光露出浓浓的恐惧 以雷兽的骄傲 即便是死也不会屈服 但面对那道目光 已经不是死那么简单 而是层次上的压力 小说 仙逆 第七百二十五章 第一个依附者 清醒过来的黑发男子 在他眼中 王林的形象此刻无限的高大 黑发男子甚至认为 恐怕这罗天星狱内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在那 目光的一直注视下 会毫发无损 即便是雷仙殿的店主 也做不到 尤其是那目光中蕴含的无视 更是仿佛这天地在其眼中 也只不过是一戒楼椅 这种感觉使得 黑发男子身子矩阵 以他桀骜的心性 从未有过的 对于眼前之人 生起了一种狂热的憧憬 当力量差距不大之时 以此人的心性 想到的是反抗 但当他感受到这股强大 根本就不可能挑战 甚至自己一生所欲之人 没有可以相比之时 他心中唯一生起的 便是依附 导演 刚才的一幕 绝对是传说中的导演 黑发男子眼中的亥然 被狂热的崇敬取代 他心神俱阵 身子颤抖 想起导演这一词 更是让他激动与惊骇不已 凡人有梦魇 修士同样也会有导演 只不过这导演 是传说之词 黑发男子只是知晓 传闻之中 在无数悠久岁月之前 罗天星域内出现了一个人 此人 只是以己之力 施展了一样神通 便把整个罗天星域内的所有第二步修士 全部击败 甚至那些第二步修士 除了有限的几人外 其余者 连一样神通之术都没来得及使出 连一样法宝都没有寄出 便输了 那人很是失望 转身便走去 当时的罗天星域强者 有一人鼓起勇气 追问其神通之名 换来的 却是那一句平淡的话语 此数 名为道演 非谋所创 你们也会 黑发男子 深吸口气 立刻走下雷兽 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此刻的他 没有了亡民目光的注视 却是立刻便察觉到 在不远处的一个碎石上 还盘膝坐着一个人 一看之下 黑发男子一睁 他自然看出 这是一个傀儡 紧接着 他又看到了远处雷尺的边缘 那头上生出银角的雷兽 之前他刚一来这里 便立刻被亡民目光落下 根本就无法看到四周的一切 此刻看到这一幕 却是脸上再次露出震惊 黑发男子有些不敢相信 他倒不是怀疑王民的身份 而是认为 这样的强者 居然会是雷仙殿使者 没等他思考太多 王民再次睁开了双眼 这一次 其目光恢复如常 刚才的一切 不仅是这黑发男子 惊恐骇然 就连王林也是震惊不已 刚才的那种感觉 难道是修到第三步 王林沉默 那种感觉可遇而不可求 他隐约间 好似把握到了什么 但他的修为毕竟还是太低 这种感觉只能存在心中 无法彻底明误 那不真实的梦境中 真实的一幕幕 为他打开了一道 通向第三步的大门 这种机缘 罗天星域 联盟星域内所有人 若是知晓 无不疯狂 如天韵子这辈 这一生最大的追求 便是修到的第三步 为了这第三步 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在他们眼中 第三步 无迹可寻 不知道方向 如何前进 始终徘徊在迷茫之中 苦苦的寻找 但王林 却是因为天逆的原因 从那打开缝隙的门外 获得了这种 无法想象的机缘 有时候 命运 就是如此 看到了第三步的道 王林 未来的成就 已经无法预料 无法想象了 万辈 雷仙殿 二级使者 深宫虎 拜见前辈 黑发男子 立刻匍匐在地 一种 他只有当年 拜师之时的举动 表达出自己 心中狂热的崇敬 这一幕 若是让外人看到 定会极为震惊 要知道 深宫虎 此人 桀骜不驯 行事极为恨啊 即便是在 雷仙殿使者之中 也是很难缠的 一个人物 很多修真家族 轻易不愿意招惹 而且 最重要的 此人 天资惊人 即便是雷仙殿 殿主也曾 言及 深宫虎天资 在罗天星域内 可位列 前三十 此人 修炼 时间不长 只有千年 但千年的时间 却是达到了 阳时 接近圆满 这种可怕 甚至彼此 狠辣的性格 还让人 忌惮 因为你永远 也不会知道 他的尽头 在哪里 说不定 下一刻 他便会达到 真正的第二步 王林身子微动 目光如常 平淡地 看向深宫虎 溃及了 第三步的道 他修为 虽说没有变化 但他的心态 已经发生了 剧烈的改变 其灵魂 有了本质的不同 此刻的他 即便是站在 天韵子面前 也不会有 任何紧张之感 就好像 在凡人之中 知晓 并且看到了 仙的神通 即便是看到了 凡人间的帝王 也敢抬头注视 没有丝毫的惬意 在王林的目光之下 深宫虎 尽管没有感受到 之前的那种可怕 但仍然心颤不已 之前那可怕的记忆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里 一直到死都不会消散 实际上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机缘 若是让天韵子等人选择 若是取诸无望的情况下 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亲自感受 就连其身边的雷兽 也是低下了头 再没有半点傲瑟 王林收回目光 平淡地说道 何事 他的心境仍然还有一些停留在那不真实的梦境之中 就连语气也是如此 况且 此人虽说是杨实修实 但此刻却是心神大损 尤其使其道心以切 能发挥出音叙的实力 都已经是很勉强了 至于那只雷兽 他连头都不敢抬 显然刚才的一幕 已经使其闻风丧感了 王林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是把深宫虎问住了 他连忙恭敬地说道 完备 没等他说完 王林右手一挥 缓缓说道 若无事 速速退下 天逆的一变 王林准备仔细地研究一下 此物的强大 已然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想象 仅仅是打开了一道缝隙 便可让他看到第三步的道 若是全部打开 王林内心狂跳 他想象不到 另外 这一次的梦境 使得他的意境 有了松懈的迹象 距离修到第一步 问鼎大圆满 已然不远了 对于王林的态度 深宫虎觉得极为正常 强者 本该就是如此 自己打扰了前辈修炼 这前辈没杀自己 已经是天大的施舍了 想起刚才那道目光 深宫虎 我绝不怀疑 是这位前辈 放过自己一次 否则的话 自己是必死无疑啊 他颤抖的心神与震惊 已然转化成为了滔天的狂热与崇敬 此刻 深吸口气 恭敬地说道 前辈 晚辈 深宫虎 罗天南狱 深宫家族之人 雷仙殿二级使者 阳石境界修士 恳求 依附前辈 他不是看不出王林现在的修为 只是 那可怕的目光 却是让他完全忽略这件事情 甚至他还认为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真正的强者 即便是隐匿了修为 也要摆出一副 根本就看不出隐匿的样子 仿佛真正的问鼎修士一样 一副 王林一征 看向深宫虎 深宫虎 连忙恭敬地说道 晚辈 修为不足 自知没有资格依附前辈 但晚辈却是诚心至极 况且依附于晚辈的修真家族很多 若是前辈有任何需求 定会全力满足 晚辈也知晓 这些凡武 入不了前辈之眼 只求前辈 看在晚辈一心至成的份上 让晚辈依附 王林皱起眉头 沉吟片刻 摇了摇头 他刚才的那神通 无法再次施展 而且此人 他一眼就看出属于 桀骜之人 一旦最终被其发现断泥 定然会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深宫虎看到王林摇头 立刻说道 前辈 晚辈是诚心诚意 无论日后如何 绝不好悔 更不会纠缠前辈 只要前辈在晚辈突破之际 点拨几句便可 晚辈可以献出道魂 求前辈同意一复千年 他说着 双手掐绝 暗在了天灵之上 立刻 一个黑色的光团 从其头顶飘起 这里面 蕴含了他的意境 与悼念 在罗天星宇 一复者 可以有选择地 交出一复之物 而这道魂 却是最高规格 同时也是最为严格的一复物 一旦道魂被人掌握 虽说不会生死一念间 但却可以影响道心 意义甚远 献出道魂 可见深宫虎的称心 他实在是被亡灵之前 那道目光吓住了 他心中隐约有种感觉 若是今天自己放过了这次机缘 怕是此生一定会极为后悔 深宫虎对于自己的感觉 极为信任 他这一生 很多次重大的决定 全部都归结于这奇异的感觉 此刻 这种感觉 却是前所未有的浓重 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念 望着献出了道魂的深宫虎 王林目光一凝 他虽说不认识那道魂 但却也看出了其代表的含义 沉默许久 王林缓缓地说道 你 不后悔 深宫虎立刻恭敬地说道 晚辈不后悔 王林便不再啰嗦 右手一丈 深宫虎道魂在手 一口吞下 融入自己的元神之内 你为何会来此 收了道魂 王林平淡地说道 雷之仙界将要开启 晚辈打算借此地 修炼原力 深宫虎苦笑道 我会以赞争到考虑中心之内 我会发生意识明 我会发生意识明 到底是吗 这就会发生意识明